中国拖延战术奏效 贸易谈判川普的考量是什么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3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美中贸易战休战期 还有一个星期就结束 但两国谈判迟迟不见实质性成果 本星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再度率团赴华盛顿和美方进行第七轮谈判 与此同时 特朗普总统在谈判前 数度松口表示可能延长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 特朗普如果延长期限是否失策 对美中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的拖延战略是不是在奏效 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是 中国上海独立评论人士 程坦先生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 政治学教授 夏明先生 政论作家 时局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中国两会与美中贸易谈判毫无关系 独立评论人士 程坦表示 有人认为中国的拖延和三月份的两会有关 但我认为两会与中美贸易谈判没有任何联系 两会纯粹是个中国政治作秀的舞台 没有任何决策机制 不能决定任何事情 我也不认为特朗普已经被拖延战术马毙了 毕竟关税是否延期还没确定 新关税是否按时征收 取决于中美能否在绝大部分问题上取得共识 如果分歧小 美国可能通过延期释放善意 分歧太大 关税仍可能按其发声 程坦表示 不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上看 中国被孤立和围堵 并不必然导致中共垮台和民主化转变 反而可能让统治更残酷 更稳固 而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受苦 就如朝鲜 高层领导人生活优越 但民众饿死很多 知识分子被关押和枪决很多 所以国际社会与中国保持接触 是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愿 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 美国刚立 不懂中国主力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 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 中国在国际关系上被称为 瞩目国家 这不同于苏联铁幕 竹子在疾风吹打时 会弯腰躲避 但不会被折断 中美历史上的数次较量中 美国的刚立总没明白中国主力的特点 另外 王毅让西方尊重中国发展权力时 忽略了一点 经历过粗放行经济发展之后 现在中国人也该有发展的权力 也就是在民主体制下 获得自由的权力 王毅作为中国寡头政治的代言人 其实是在用中国的发展权力 抹杀中国人的发展权力 美国对华外交应有道德之高点 夏明说 特朗普对华外交的失策之处在于 他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中国老百姓的理想 关注不够 中国最终一定会走向民主 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和政党可以阻止的 外交上 若不重视这一点 就没有占据道德之高点 中国历来精通拖延三步数 政论作家 时局分析人士 陈破空认为 特朗普不该允许中共拖延战术得逞 回顾历史 当初国共谈判 中共的三步策略是 先拖延 再边打边谈 最后继续实力 消灭对方 这次与美国 他也是相似策略 先是找各种理由拖延 然后在谈判期间 恢复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类似于边打边谈 另外 华为也开始在各方面 继续反扑实力 中国让步 因经济衰败 特朗普让步 因考虑连任 陈破空表示 贸易谈判中 中国的核心是采购 美国的核心 是结构性改革 所以 如果这次谈判决议的核心 是采购 那就是中共的胜利 如果决议核心 是结构性改革 那就是美国的胜利 现在中共之所以能让步 是因为目前中国经济下行严重 美国之所以能妥协 是因为特朗普考虑股市的起落 和他本人的连任 以上嘉宾谈话 仅代表个人立场及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流浪地球 与一秒钟 在中国待遇天差地别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3日 美国之音报道 流浪地球 是中国本月上演的一部科幻片 一秒钟 是一部题材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片 流浪地球 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权力宣传和吹捧 一秒钟 则受到了中共当局的权力封杀 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 中共当局对这两部影片 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对待 展示了中共当局的宣传手法 和操控舆论的新动向 中共当局对流浪地球 和一秒钟的截然不同态度 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清晰地表现出来 根据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报道 2月13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主持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针对记者询问 张艺谋芯片 一秒钟 无法在柏林国际电影节 放映的问题时 华春莹表示 这件事应该问相关主管部门 她紧接着说 我知道 现在大火的电影是流浪地球 不知道你看过没 建议你去看一下 随后 中共喉舌新华社旗下的 参考消息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 流浪地球展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意图塑造经济学人 对该电影赋予正面评价的印象 尽管经济学人的文章称 该影片荒诞无稽 并且配有一个显然是讽刺的大标题 习近平思想拯救世界 2月20日 在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研讨会上 中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国家电影局局长 王小辉称 流浪地球的成功 首先得益于 他树立的价值标杆 和占据的道义之高点 影片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 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 展现了中国人民 不计功利 天下大同 共克时间的精神境界 诠释了中国传统价值和当代价值 宣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战胜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 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 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 中共当局对该电影如此重视 进行如此高调的宣传 这种局面 使中国国内外很多人猜测 这部电影可能是得到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首肯 甚至喜爱 在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江齐生看来 中共当局给流浪地球 这部影片的超规格宣传 耐人寻味 他说 流浪地球这部影片或许不是习近平操控推出的 但是至少是得到他首肯的 否则的话 外交部发言人有必要提这部电影吗 新华社有必要在参考消息上动那样的手脚吗 中宣布有必要就这么一部影片召开什么会议吗 我想流浪地球这部影片跟习近平本人应该有一定的关联 纽约正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很明显中共当局确实是在利用流浪地球 在给习近平做宣传 他说 当然就是借此来推销习近平思想 借此来推销中国模式 中国方案 这也是借题发挥 这就给他一个借口 让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爱怎么说 就可以怎么说 你要说的很实在难免就让人觉得你太浮夸 就像是厉害了我的国会遭到嘲笑 可你世界科幻片在说是别人就不容易说你不符合实际了 胡平说 中共当局如此高调的宣传流浪地球 并且借此推销习近平思想 也可能事与愿违 他说 这次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讲话 太高调 我觉得可能会起 适得其反的作用 会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何况 本来流浪地球 就有一定的道德含义 和政治含义 本来就有些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 只是先前有人批评 反驳者会说 这就是个电影 就是个科幻片 不该扯政治 现在当局这么赤膊上阵 从政治的角度给予宣扬 这就让这部片子本来可能达到的政治宣传效果 反而打了折扣 对中共当局所宣传的流浪地球 宣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战胜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 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的说法 在北京的社会政治评论家 江其生认为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宣传 很像是中国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宣扬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人类的希望 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江其生说 世界上的主流是民主宪政 民主宪政制度 是人类迄今为止 所找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 远远要比一党专制制度要好 尽管民主宪政制度 在世界一些国家的实践过程中 也拉开了当次 也表现得有好有坏 但总体上是超过一党专政 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拒绝宪政 坚持专政的国家 怎么可能去构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纽约政治评论人胡平认为 流浪地球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吹捧 也跟流浪地球的作者刘慈欣 多年来展示出来的反道德反人类的思想倾向有关 刘慈欣作为一个科幻作家的最大问题是 他把人类难以确定的科学问题和道德问题简单化为可以确定的 而有了这一确定就给共产党独裁或任何独裁思想和政体提供了掩护 胡平说他这个影片的荒诞就在于他设定了一个确定的局面 不这么做人类的文明就要毁掉 然后赋予某几个人某一个群体在这关键的时刻有决定人类命运的全知全能的能力 这么一来就符合了中共官方所宣传的为了整体可以牺牲局部牺牲部分是合理的 而且是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这就可以用来给所有的人造灾难进行辩护 在舆论受到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中国 媒体没有关于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和流浪地球当中所展示的反道德 反人类思想倾向的讨论或批评 不过还是有网民发出了一些批评 一位网民写道中国偏偏有一群像刘慈欣这样的理工科傻缺 还认为这种反人类观点很有道理 动不动就要因为什么大劫难放弃三分之二的人口 甚至觉得自己想出这种反人类的主意 还充当了救世主还是良苦用心 实在是太恶心太弱智了 你算哪根葱啊 我怎么从来没在外国科幻片里面看到 这种抽三杀二的残忍举动被公开正当化得到辩护的 中国人离人类文明有多远 离普世价值有多远 你们自己好好想象吧 在流浪地球受到中共当局的热捧之际 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的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电影 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 因技术原因被撤出 在北京的社会政治评论人 中国人民大学前博士生 江其生说技术原因这话绝对不能信 肯定不是技术原因 张艺谋这个电影 其实从批准他拍摄到后来拍摄成功 通过审查 其实官方已经做了很认真的审查 做了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而是再三审查也得到了放行 最后关头估计又有比较更左的人 捅了一下或者是觉得不妙 就在最后关头以所谓的技术原因拿下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张艺谋电影 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被突然拿下的时候写到 虽然张艺谋无疑是中国最受赞誉的电影导演 但他也并非一直受到当局的垂青 1994年 他的电影《活着》在中国被禁 2014年 他因育有三个孩子违反了独生子女政策 而被处以748万人民币的罚款 纽约政治评论人胡平说 张艺谋受到习近平当局如此羞辱 这种情况显示 虽然张艺谋多年来为中共谋划导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6年杭州二十国峰会的开幕演出立下了汉马功劳 为中共的自我宣传贡献盛大 但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当局显然不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当局重视宣传干将 胡平说 现在他们就是权力第一 就是赤裸裸的权力 他们认为 你就是包装师 化妆师 就跟现在的王沪宁一样 王沪宁跟当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跟毛泽东的亲信 陈伯达跟张春桥不一样 人们认为他们是理论家 而他们自己也认为在阐述一种非常伟大的意识形态 你王沪宁不就是为当权者涂脂抹粉吗 替他们编出说法来吗 张艺谋受到的这种羞辱 不仅是他个人的羞辱 也显示了在当今中国体制之下 哪怕是被党高度认可的所谓文艺工作者都被摆在非常非常低的地位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反腐能打造习近平说的现代化军队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3日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近日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至此18大以来落马的上将已经增至7人 前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指出 反腐是中国打造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条件 但不是唯一条件 本周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 原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房峰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军事法院认定房峰辉犯受贿罪 行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追缴的赃款赃物 上缴国库 房峰辉是18大以来落马的7名上将之一 另外6人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郭伯雄 徐才厚 空军原政委 田修司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 武警部队原司令员 王健平 国防大学原校长 王喜斌 以及中央军委原委员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2012年上台以来 大规模开展反腐运动 他多次警告 腐败可能导致亡党亡国 并誓言 绝不放松打击腐败 路透社曾报导说 中国现役或退役将领 曾多次指责军中腐败问题严重 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 2017年 习近平提出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夜把解放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的普斯高在接受德国之声书面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正在努力将解放军打造成一支专业化的军队能够对有可能对中国国家利益 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的潜在威胁形成威慑作用 如果威慑作用失败 解放军可以通过军事行动捍卫国家利益 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提升解放军的备战能力 在必要情况下能战能胜是当务之急 普斯高分析认为在习近平看来 减少军中的腐败现象是打造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条件 但是光靠这一点也是不够的 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包含军事理论现代化 军队组织现代化 军事人员现代化 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普斯高注意到 中国官方在谈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时 出现最频繁的一个词就是 逐步习近平和中央军委也认识到 在这一过程中 解放军还要面对很多问题 此前也有一些消息报道称 原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 房峰辉之所以落马 是因为他参与了针对习近平的军事政变 但普斯高认为 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传闻 他表示 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政变 那么现在在防风灰暗宣判之后 细节就应该流出 而且前任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也得以安然退休 并没有针对他的指控 去年3月18日 在北京召开的十三届中国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六次全体会议 选举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范长龙不再担任 在此之前就已经不断传出范长龙被查的传闻 不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称 范长龙被调查的报道是谣言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 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 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